好家伙 原来麦当劳你这个浓眉大眼的官方 也是空域族是吧 前不久知名同人画师Clarry 在其个人推特上发布了自己的新作品 此图一出 那引来无数老色皮直呼内行啊 青红相近的配菜 与黑色的主菜搭配在一起 不但丰富了营养 再配上这浓郁流淌的酱汁 咱就是说 这一够下去谁领得住啊 不过在这众多老司机里 还吊上了一条重量级大于麦当劳 不过麦当劳麦司机倒是很低调 没说什么 只是默默的点了个关注 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但未来和画师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合作 谁有好说呢 只能说非常期待会有什么好活诞生吧 当然能够引来麦当劳过来低调陆砖粉 流浪画师Clarry画迹了得 深得美食与狱族之间的科学关系的精髓外 另一个原因自然是狱族的主人 弗利莲的功劳了 弗利莲是本年度的十月新翻 葬送的弗利莲中的女主角 是一个有些呆萌 可爱的白毛精灵族魔法使 这位魔法使 她站立抱标 但又无比赖床 她活了千年 就用十年如一日的被宝箱怪咬住 在动画组的精心刻画下 无数细微有趣的表情反应 被生动的呈现出来 使她成为可爱又有梗 强大又不拒人千里之外的完美女主 原作漫画已取得破千万销量的优异成绩 故事方面一反常态 从消灭了魔王之后的勇者小队开始 讲述了拥有无限生命 或了解人类的福利莲 因目睹人类有人离世而懊悔 决定重走昔日冒险的路途 开启一段了解人类的旅程 本质上本作是一部公务片 但却通过邂逅形形色色的人 让观众从女主的视角 看到过去勇者小队的点滴 讨论时间与生命的主题 但绝妙的点 在于它并没有浓重的渲染悲情 没有歇斯底里 也没有刻意的沉重压抑 反而是以温柔克制的方式 把一切呈现给观众 看似点到为止 可又处处点头 本作播出后 收视率非常优秀 虽然因为题材缘故 并未像其他现象级作品那般 光速破圈 但在圈内引起的讨论度 却是异常的高涨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 福利莲《狱卒二创》 与麦当劳的故事 不过话说回 麦当劳似乎一直都是一个 喜欢冲浪 愿意下场互动 又喜欢提热度的官方 比如从去年的 因推文中的拿捏手势 导致痛失韩国市场 再到今年搞的 家庭温馨动画广告 以及情侣温馨的动画广告 因为营造的场景和画面 过于聚焦于 正常且温馨的 家庭关系与情类关系 让久违没见过 正常广告的西方网友 破了大方 动画广告的制作者 也跟着诱惑了一把 不过这次卖门暴露性癖 也再次向我们证实了 喜欢狱卒的一定不是坏人 这句千古名言 至于未来 还会有哪些身边的老朋友 暴露性癖 成为自己人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